刚刚我们在设定PASS 就是设定那个路径的时候呢 如果你设定好了这个 你打PASS后面会有一个C DevCPP BIN 这样子代表你路径设定好 这时候你打GCC才会有效 那如果你的路径没设定好 那你打GCC应该是找不到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有些同学呢 他把这个东西 他把这个东西扣的整个放在桌面 那这时候呢 如果你放在桌面 你会发现我有点为难 为什么呢 因为桌面的资料夹是在哪里 是在这个这么深的地方 你要打这么多字 第二个是他中间还有个中文桌面 你会很难打 对不对 所以不建议放在桌面 所以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放在桌面 那你把它剪下来 然后呢 贴到 各位的电脑 各位的电脑 各位的电脑跟我不一样 我有D槽 各位没有 所以你可能必须要直接贴到C槽的根目录底下 有比如说这个code这边 那这样子我切到C槽 那切的时候请注意 你们只有一个槽 所以你要回到根目录 你必须要按CD 所以我现在我切到C槽的话呢 你看他也会跑到一个系统管理员的目录 我按CD的时候 他才会回到根目录 这时候我才可以切到 刚刚的那个资料夹 这样子我们看到的才是那一部分 那当然里面有一些预设 我们已经产生出来的档案 我可以不要 这个是DL 这个指令是删除 那如果你曾经经过那个DOS的时代 你对这个指令应该都很熟 但是现在各位同学可能很多年 DOS时代也没有碰过 所以都是四窗版 所以你对这个命令列的环境 会觉得很陌生 没关系 现在开始学 其实不难 那这样子我们看到 刚刚的这个档案 已经差不多清干净 那我这时候再用GCC 那我做一个 加S这个参数 是为了产生组合元 然后输出的档名 点S 这样子它就会产生 刚刚的这个CH01这边的组合元 OK 再产生组合元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对 对Main 对Main 点C 产生 Main 点S 这个组合元 对上点C 产生 上点S 这个组合元 好 这样子组合元都产生完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打开来看 Main 点S 上点S 好 打开你就会发现 这些组合元长的样子 好 那所以请各位 照这个方法 试一遍 那指令如果不会马上问我 指令的部分 各位可能不太熟 好